特别是寺院大殿里供养的佛像 和居士请回家供养的佛像 因为每一天早晚上香礼拜 弟子曾经遇到寺院法师 请佛像要求弟子写名字 我当时就召法师要求写了名字 后来弟子去那位法师的寺院 看到佛像供在大殿里 千人拜万人拜 我心里非常害怕 因为佛像上有弟子的名字 后来我坚持要把名字用纸盖上 心里才得安宁 弟子的做法是否正确 也算正确 为什么你会不安呢 是因为你有分别执着 如果你离开妄想分别执着了 你就不会感觉到心不安了 所以力妄想分别执着很重要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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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